在南台湾其实今天白天的风雨并不大 但是台南以南的各个县市都宣布下午停班停课 有不少家长听到消息 中午赶快到学校去接小孩 而这个时候高雄市政府由监察委员来拜访 说是要调查市政府在先前凡那比台风的时候的责任 结果引来了民进党市议员的激烈抗议 认为监委挑在台风的时候来根本就是干扰防灾 但是监委表示他们上午才刚刚跟市政府确认过 一切都没有问题 市议员的抗议很明显是政治动作 美机台风来袭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和平通县 下午全都停班停课 不过上午高雄天气虽然有点阴阴的 下午风雨也只是间歇出现 高雄市政府最率先在上午10点多 就宣布下午要停班停课 家长听到消息忙着赶到学校接小孩下课 我要在学校 我前世有报公的照片 会不会学校很不方便 当然啦他应该昨天就要讲 学校门口闹哄哄 学生们开心三午不用上课 家长赶紧分工接小孩 老大现在国中我就刚好麻烦 爸爸今天也休假 爸爸去接这样子 家长说虽然上午风雨不大 但是顾虑到孩子的安全 暂程提早宣布停课 但台湾宣布停班停课 监委却在这个时候南下要调查 919风灾时高市府有没有舒适 不过有绿营市议员认为这是在 防台中药时刻来干扰救灾 冲进会议室抗议 施议员要求市府团队立刻回到 在海因变中心 经过一番争论 监委决定取消下午的勘查行程 既然这个我想民意代表跟媒体有这样的一个意见 我想我们也非常的同意 那我想就是下午的那个那个 现场的旅刀的工作 我们改成以后进行 来的之前也跟我们水公处 有联系过 我们水公处认为是早上没有问题 最早上10点钟就简报 监委表示他们一早还向市府做了最后确认 才决定南下行程 面对民进党市议员批评他们的调查是政治动作 监委也不甘示弱回击 议员们的抗议才是政治动作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